告诉我们要实践我为你祝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时时记得四感四药和四福 那么四感四药和四福 它们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燕师傅 师傅您好 圣燕姐好 是师傅您实践我为你祝福的时候呢 要实践四福四药四感 那我想请问就是说 那么这三个之间啊 它们彼此是不是也有一些关联性呢 首先我是先讲心经 讲了心经呢 再讲了试药 然后第二个晚上呢 讲普门瓶 是 讲普门瓶讲了呢 再讲了试感 然后呢 第三个晚上呢 是讲试福 试福讲完了呢 先讲大悲咒 先讲大悲咒 大悲咒讲完了 再讲试福 是 这个三个晚上本来是偶然的 因为要讲三个晚上 因为要讲三个晚上 演讲啊 也讲三个晚上 那这个三个晚上三个主题 那怎么办呢 就把它安排了三样东西的内容 来配合做三个主题来讲 并非一定啊 说这个三个关系啊 那么密切的 是 但是呢 辅法是融通的 是 一定是彼此啊 互印的 不会因为 环环相扣 环环相扣啊 不会有冲突 有矛盾 所以是 你抓到任何一点 讲另外一点 那一定是彼此想通的 否则的话 那比较 那比较是说 那本身就是矛盾的 所以是 我讲这个三样东西 一个是心经 一个是普通品 一个是大悲咒 这个心经呢 是讲了 人生 宇宙 的 这个 这种现象 是 他这个是什么 人生宇宙的现象 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 很简单 他主要是 讲完了 他的大道理 或者是 没有讲完大道理之前 他一开始就说 用 观世音菩萨的 深 的智慧 就是高深的智慧 来观察 我们的 人 和宇宙 是空的 那个观察 那个空的话呢 就能够啊 度一起苦 他的心经是这样的 这观察在菩萨 行生般若波罗密多行 照见五运皆空 度一起苦 这五运是什么 五运就是我们人生命的存在 存在在哪里 存在在宇宙的空间之中 那么这个 如果说是 用智慧来观照 我们的生命本身的存在 这是一个 用智慧来看 五运是空的 都是合合而成的 都是合合而成的 既然是因缘 合合而成的 五运所构成的 生命和宇宙的现象 那这随时不在变化 所以是呢 不需要 那么的 好的好的不得了 欢喜的不得了 苦的苦的不得了 痛苦的不得了 这个就 智慧就产生了 那么我们就讲到 这个室要去 室要是智慧 能需要的 我讲过了 需要是用智慧来判断的 想要 用智慧来判断 这是想要还是需要的 然后呢 该要和能要 也是智慧来判断 所谓智慧 不是知识 不是学问 不是聪明 而是说 究竟是增加自己的快乐呢 还是增加自己的负担 这个自己增加自己的快乐 是一时间的快乐 是盲目的快乐呢 还是正正的快乐 正正的快乐 是啊 没有负担 这是快乐 买了东西 钱用掉了 而东西拿回来了 快乐是什么 这是一时间的虚荣的满足 满足以后 是不是就是快乐 没有快乐 所以这个 反而增贴了负担 因此呢 这个想要的不一定要要它 不能要不该要的最好不要它 所以这个呢 就是心经啊 跟这个 赐药 赐药 是密切的结合的 那心经跟诗药 密切的结合 并没有讲什么宇宙人生的大道理 讲的是智慧 讲的一个 讲的一样东西 就是智慧 有智慧 你就能够啊 做判断 判断什么 判断是重要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很多的人呢 知识 这个修问相当多 但是非常的烦恼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人生的宇宙的 这个实在啊 本质啊 本质啊 弄不清楚 也很清楚 一假为真 一瞻式的为永恒的 因此呢 很痛苦 那么这种人 就是无知 叫做愚痴 愚痴的人 这个想要就太多了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想要 或需要 也不知道 什么叫做能要 什么叫做 这个该要 该要 能要都弄不清楚 不该要 要了 不能要 要了 结果呢 引来杀生之祸 引来终生的遗憾 还有呢 所以一失度 成千古恨 这原因就是呢 不知道 这能要不能要 这个就是没智慧嘛 因此呢 这个心经 跟这个施药 是绝对是一切关系的 至于 另外的其他的 我们再谈 是 谢谢师傅 开始 那师傅说 从心经里面 我们能够得到智慧 能够得到智慧呢 我们就能够分辨 什么是需要 什么是想要 什么是该要 什么是能要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会得到 多一点的快乐 少掉很多的烦恼 也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魔法的智慧 心经呢 能够给我们智慧 那从智慧呢 我们就能够分辨 智药 也就是说 什么是需要 什么是想要 什么是能要 什么是该要 那么 智慧呢 师傅说 是从普门品而来的 为什么从普门品 能够得到 智慧 这样子的想法呢 让我们继续来 请教顺眼师傅 师傅您好 亲爱的 师傅您说 您是从这个普门品 的经意里面 推演出这种次感 就是说 感化 感恩 感谢 感化 感动 为什么 这两者的关联性 是什么 也请师傅 为我们开始一下 我们看普门品 就是观世音菩萨 它的悲愿性 就是大慈悲愿了 它是牵手照见 牵手扶持 牵延照见 也就是说 有求必应 但是 观世音菩萨 救度众生呢 它不会 因为 你是他的亲人 或者是 你他的恩人 或者是 你特别 对他 拍马屁拍得好 没有 只要你求他的时候 你任何一个人 在任何状况 只要你回心转意 要求观世音菩萨 救济 观世音菩萨 就给你救济 他不会考虑 说你是个坏人 或者是坏人 好人 你是恩人 或者是仇人 他不考虑这些问题 你是不是我的信徒 不考虑是不是信徒 这考虑到你要不要被救济 你仔细想不想被救济 他仔细 这个观世音菩萨 马上就给你救济 所以观世音菩萨 就是浦门 浦门瓶 浦门视线 浦门的意思 是普遍无处不在的 他这个门呢 普遍的对所有的一切众生 是打开的 这个慈悲门就是普遍的打开着 对着所有一切众生的 这里面他跟这个感恩有关系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成为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因为呀 在过去 也曾经呢 有一种古佛 就是观音佛 在观音佛的前面呢 他得到了 这样子的修行 耳根源通法门的 这个 耳根源通法门的 一种法门 因此呢 他就是为了报答 古佛 教他的这个法门 那一段佛也叫观音 观音古佛 他得到这个法门 是观音古佛给他的 因此呢 他就是也用这个法门呢 来普遍的其众生 这就是 感恩 力量报恩 感恩 结果怎么样 就渡中分 就是上报 世从恩 下记 生苦苦 那就是观音菩萨 就跟感恩 有观音法门 那就跟感恩有关系了 然后感谢呢 感谢是这样子 菩萨 要成就成为自己是菩萨 成为自己是个大菩萨 他一定需要度众生 度众生的过程之中 他会接受到各种各样的磨难 因此观音菩萨叫做什么 救苦 救难 事实上 很多人就不知道 能够救苦救难的大菩萨 一定是从受苦 受难 之中 来出来的 能够受苦 生经百苦 生经万苦 生经千万苦 那 之后 他成为一个大菩萨 这个呢 他是要感谢那一些啊 给他苦难受的众生 众生 他以众生为福田 对 以众生为福田 他是为了感谢众生 所以他需要 以感谢众生的原因呢 因此要度众生 那 普门瓶的感化 不是啊 一定说 我现在呢 要训你一下 要你怎么样 要你怎么样 而不是的 他是呢 如何的呀 消化自己的 消自己的烦恼 菩萨都是这个样子的 菩萨呢 有烦恼 无尽诗愿断 法门无量诗愿学 学法门 来断自己的烦恼 观世音菩萨 有牵手 有牵眼 他就必须要 这个修成功能 修成 牵手牵眼 这个意思啊 就修了无量的法门 要懂得无量法门 一定先要 一门深入 修行哪一种佛法 把自己啊 烦恼化解掉 把自己的智慧成长了 这样子 才能够度众生去 所以是呢 要度众生 先要感化自己 一定自己呢 至少是 感化自己的同时 再去度众生 至于说 感动 是 比如说观世音菩萨 他这个 只要众生 在刀山上 在火坑里 在地狱里中 在啊 修罗中 在种种的 这个大难中 这个风灾 火灾 地灾 各种各样的大难中 他是啊 一把当前 只要有人 需要他救 他一定去 去的时候啊 救了众生之后 众生啊 他度了 往往 他就忘掉了 很多人念观世音菩萨 都这样念的 这个直接 有苦有难的时候啊 那么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救我啊 观世音菩萨 救我啊 我这个度过难关以后呢 我会怎么样 我会怎么样啊 但是 难关一过 就放弃 就是脑后也没有人 像这样的情形 观世音菩萨 放不放弃呢 不会放弃 还会继续地 在救他 救苦救难 那 这就是那个 使得众生 终于一天呢 感动 感动 是 谢谢师父开始 那么从师父的开始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只要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 实践 感恩 感谢 感化 感动 那么我们就等于在实践 普门品 也就是在学习 观世音菩萨 更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心经里面 得到了次要 这样的概念 然后从普门品里面 得到了四感 这样子的原则 然后呢 师父说 他从大悲咒里面 提炼出来 四福的经药 那么大悲咒 跟四福 也就是知福 习福 重福 赔福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 圣言师父 师父您好 亲爱的 好 是 师父一连两集 讲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让我们不仅了解了 四药和这个四感的意义 也了解他们跟这个经文之间的关系 那么四福是怎么样是从大悲咒里面推演而来的呢 大悲咒呢 是从了 有一部经 叫做大悲心 陀罗尼经 也叫做千手千眼 大悲心陀罗尼经 这部经呢 由善文 有咒文 那咒文呢 就是大悲咒 善文呢 就告诉我们 颂词 大悲咒的功能 颂词大悲咒 多少功德 因为 这个是在 观世音菩萨 直接发的愿 说如果 只要有人 颂词大悲咒的话 那一个人 会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得到怎么样 怎么样 因此呢 有人穷 贫穷 有人遇到灾难 这个 各种各样的灾难 各种各样的困扰 只要念大悲咒 那困难就会解决 那就是说 我讲负 这是欢喜 健康 快乐 健康和快乐 没有健康 没有快乐 那就是没有负 我们遇到任何灾难 就是没有负 我们陷入困境 就是没有负 我们遇到任何的 所有的 这个挫折 也就是没有负 那没有负的时候 要知道 没有负 这一定是有障碍 这障碍是什么 这障碍啊 不是冤家对头 而是呢 自己过去造的 种种的恶意 现在呢 想要做好事 想要做什么 就人家障碍我们 比如说 我们在台湾呢 这个倒掉人家的债 结果人家把他 报到警察局 警察局 这个 报到以后呢 这个可能 安全局也知道 或者是呢 调查局也知道 立案了 然后就立案 立案以后呢 说这个人呢 可能要逃出 要逃出台湾去了 是 可能要 怎么怎么 流亡啊 什么 对 逃往到大陆 逃往到大陆 或者逃往到南美 或者哪个地方去 因此呢 海关就把他那个名字 这个就把他放在哪里 资料放在哪里 照片 照片在哪里 对 你随时都 这个都可以抓到 这样子呢 这个人 想要出去 出不去了 想要自由 没有了 这就是的 证谋 那我们人 在一生之中 常常受到 一些证谋阻碍 其实这些苦和难 都是过去 是 好多事 好多事 以来 自作自受的 因此呢 自己觉得没有福 很痛苦 那观世音菩萨呢 就 首先呢 要为他们 解决困难 当下的困难 要解决 因此呢 观世音菩萨 就是啊 这个 传下来的大悲咒 所以你念大悲咒的话 你就能够怎么怎么 离苦得乐 如果你念大悲咒 不能够离开灾难的话 他是不会成佛的 他以后是不会成佛的 他将来能够成佛 因为他的大悲咒 能够替人家解决问题 那是给人家快乐 就给人家幸福 这就是为众生呢 这个 这个 救把苦难 这个救把苦难 就是给众生福报了 幸福了 可是 很多的人不知道 认为呢 福报已经 有了 观世音菩萨 已经救过我了 那我就不需要了 再做什么了 这种人 苦难还会来 只能够一时间给你救一下 下边你的苦难 还是一样的来的 所以你的 你的父啊 观世音菩萨给你的父 这是一时间的 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啊 知福细福 众福费福 你老是在 想福 你老是在想 观世音菩萨的父 这种人 那一时间 想完了以后就没有了 或者一辈子想完了就没有了 所以是 观世音菩萨呢 他要鼓励啊 众生 鼓励人 求观世音菩萨 直接还是要虚福哦 还是要知福哦 知福 你就能够啊 虚福 虚福你就能 众福 众福你等陪福 陪福也就有福 知福也就有福了 西福也有福了 众福也有福了 陪福也有福了 不要老是等待的观世音菩萨 还有呢 观世音菩萨 是千手千言 救苦就难的 我们呢 我们应该学习观世音菩萨了 观世音菩萨在英帝 是因为得到观世音菩萨 给他的法门 因此呢 他在救苦就难去了 那我们 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救济 也就是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那我们也应该要 学习着观世音菩萨 做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既然是做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那你一定是要欺负的 你一定是知福的 你一定是知道自己很有福报的 很有幸福的 有什么我懂得佛法啊 我有观世音菩萨救我啊 这是不是真是有福啊 我的环境经常就是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啊 真是有福啊 我不会忘掉观世音菩萨 那就是我的福报啊 那这知福 欺负呢 不会浪费 不会浪费自己的福报 那自己一定会把自己所有的福 会布施给人 给人分享 给家庭的 给其他的人分享 那就是重福和佩服了 所以说呢 观音的法门 是啊 给人间的福报 人得到观音的救济啊 一定也要 能够啊 这个给人家 这个福报 那此地就是更有福报 谢谢师傅开示 师傅说 念诵大悲咒呢 可以离苦得乐 那是更重要的 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 要知福 习福 众福 陪福 更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toe